以往節日上中秋節會怎麼煮烤肉還是 其實往年大部分都是有活動要演出的 那今年的中秋節其實剛好正值差不多接近我 演唱會要閉關的時間 所以我可能想要趁這個節日可以約朋友就是烤肉 就是吃吃喝喝就讓自己墮落一下 因為接下來要準備心情就是去面對地獄式的這個排練了 這首歌跟這個主題非常貼切 要不要聊一下就是感覺怎麼樣 你說像是一顆星星嗎 對跟金碧德合作 非常非常的貼切 我覺得這次演唱會名稱會叫Like A Star 有一個很重要的寓意就是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相信 你自己在各行各業或是你自己在你的人生角色中 你也可以是一顆星星 包含這些漢兒們也是 他們在製作這些禮盒的時候 他們在他們的崗位上他們就是在發光發熱的 那當然我的演唱會我也希望大家來看 也可以感受到他們自己其實在自己的人生地位中 也是可以發光發熱的 我希望用音樂去感染大家 就是因為家場的可能 因為開場會馬上秒殺耶 其實有幾個點在考量 我昨天有稍微小小的問了一下粉絲他們 對於就是如果家場的話不是在假日 大家在看演唱會的習慣上面 會不會覺得很奇怪啊這些的 那大部分的人都比較擔心的是我的體力啊 我的聲音啊 但我其實反而都完全沒有擔心跟自己有關的事 我比較擔心的是大家的時間 然後再來就是主辦方也一直很密切的就是希望說場地方面是有機會的 但因為現在還沒有辦法回答大家是因為 其實最主要還是卡在就是前後 我的演出前後也有其他人在演出 對所以我們也要把這些考慮進去 但即便如果最後沒有加場了 我覺得那三場還是豐富的滿滿的 那當然如果有家場的話也會盡快的告訴大家 因為最近也有在直播 是為演唱會暖身嗎 其實我有一個不成文的習慣跟規定 就是我好像賣票錢都會來個直播 然後就希望大家可以先 預熱然後預先感受到那個演唱會 可能到時候會有這一種 就跟大家雖然是在一個很大的場館 可是我希望跟所有人的距離是像直播一樣很貼近的 就是其實還有很多海外粉絲是無法來的 對 要跟他們打氣一下 因為他們真的非常哀怨 我也很哀怨 而且很多人喔 其實他們還是有買票 因為他們就是不放棄覺得 說不定就是到11月的時候已經可以飛來飛去了這樣 那當然如果有這樣的趨勢 代表全球都會是一個好的趨勢啊 我覺得重點不是我的演唱會 其實重點還是一個大環境 對 所以大家真的要有愛心 愛地球 愛這個環境 那我們大家一起努力之下 才有辦法就是可以過更正常的生活吧 其實還是有很多粉絲也希望 HOLD IN LOVE能夠在一起姐妹相聚 有這個可能嗎 我們私下是會相聚啦 但是能不能在一個公開場合的話 我覺得很難吧 因為畢竟上次在紅館已經有一個蠻 我覺得算是真的是非常驚豔的合體畫面了 那這個畫面還能不能帶到台北 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很難 對 實在不敢再動用它們了 但是也許大家未來耐心的等待 我們會有不同的方式合體 也說不定我就先賣個館子 嗯